大家好,我是美乐 那我们这次就是趁着春节廉价的假期 带大家来新北市新店区 新北市新店区呢,除了大家所知道的碧坛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景点 那我们这次来到了鱷鱼岛千岛湖 这边还有银河瀑布清立方咖啡 那我们这次就来带大家来看看吧 Go 银河瀑布就是在新店北一路旁边的山壁上 那沿着登山步道往上爬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很漂亮的瀑布喔 银河洞里面往外看 就会像是银河般的闪闪发光的样子 所以就叫做银河瀑布 是吗? 是吧 上面这样写 那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彩虹喔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 然后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银河洞了 我们刚开车过来就是往乌萊的方向 然后没有往乌萊那边转 我们就继续往宜兰这边开 然后开着开着开着的时候 就会有一条小路 上面就有写着往银河洞的方向 就往那边转过去 就会到了 其实还蛮近的 他听说这个瀑布是一个古迹 看照片是非常的漂亮 那要爬一点点小小的山路 所以最好穿好走的鞋子过来 我觉得来这边还不错 新店市区很近 开过来只要20分钟就有了 但其实这边比较适合开车跟骑车来 不然坐公车来的话 就真的是还要再多走一段路 那来运动的人就没茶 对 不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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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看在那里 其实很快耶 根本不用一个 在那里 到了耶 超快的 我觉得这里好像是那个 以前看漫画那种武林高手 在里面修行的那种地方 在那种深山里面 然后有一个小寺庙 然后在那边修行 旁边还有一个瀑布在那边 拍拍拍拍拍 entonces去拍瀑布 哇 感觉一个不小心我手机会掉下去 你看这个拍照干枝上面有一只 有两只 还有三只 要来拍照的话 要小心好多毛毛虫 走吧 这个地方真蛮美的 如果说没有人介绍的话 還是不知道来这个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叫青笔坊农场 地方 它是在銀河瀑布旁邊很近一下就到了的地方 結果那邊也很美喔 它這邊是在銀河洞再往上面開 這好像很嚇得急啊 往上面再開個五分鐘就到了 還蠻陡的 你看那邊有那個紅磚牆很美耶 對啊 照片裡面就是這個紅磚牆 這樣很美耶 雖然不是很大 這有點像我們在馬德里看的那個水稻橋的造型 這小的 水稻橋的小板 哇 這其實它是延伸到一片過去耶 很美 很好拍齁 感覺到處隨處都可以拍 每個角落都還蠻好拍的 而且都很美 難怪這裡景點會爆紅啊 我們現在要來撐一方這裡吃東西 我們來這邊點這個乾杯青醬喝 然後這個乾杯有三個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飲料 蘋果鳳梨 它這個是鮮炸的 蠻不錯 蠻好喝的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個雞石會來 它這個其實這樣蠻像的 可是它的免心沒有硬硬的 來吃吃看這個炸雞吧 它這個炸雞還蠻像的 而且沒有很多果很多粉這樣 它這邊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它還有像是義大利麵啊 還有像是沙拉 烤薄餅啊 還有一些甜點 都可以 還有一些咖啡啊 來這邊其實可以吃下午茶 是可以的 這邊以前寫的豪宅 那我身後的這些東西都是 還有這裡的主人留下你的手 我們吃飽了 他說原本這邊只有一棟 就是只有這一棟房子而已 然後旁邊的這個是後來才建造的 真的啊 因為這是後來才蓋的 大家都想要坐在外面 如果是假日的話 應該要很早來才會有外面的位子 不然就是要先定位 對啊 我們現在來到了史丁的千島湖 鱷魚島這邊 那這裡真的是非常的秘境 因為真的非常的難來 然後看導航還是不知道怎麼走 好吧 我們上去看一下 鱷魚島是在這邊 的一個打卡祕境 那它是因為翡翠水庫的蓄水 所以才會形成一個鱷魚 浮出水面的可愛景象 走到剛剛那個觀景台 然後再走上來一點 就可以看到這個步道 那這個步道就可以看到那隻 大隻的鱷魚的全景 有一整隻的鱷魚 這裡看到幾隻鱷魚 那裡有一隻大隻的鱷魚 然後這裡有幾隻小隻小隻的 有相當是大隻的鱷魚 你說它怎樣趴著 很像嗎 你在那邊比的時候就很像 很像 你看它這樣子趴著 你就少了長長的鼻子而已 對啊 所以要來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打航到那個叫什麼茶園 到鱷魚島觀景台 或者是夜家茶園 然後這上面只能聽兩三台車而已 所以如果是來健行 來爬山的話是很適合 可是如果開車來的時候 那個路非常的窄 這還會帶大家去更多的秘境景點喔 那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by索兰娅